今天是2020年11月26号 今天祖国统一台湾了吗?快了 干嘛是2020年11月26号 干嘛祖国统一台湾没啊?快了 Today is November 26, 2020 Hash China reunified in Taiwan today Review soon 今天的视频想来跟大家分享两则新闻 通过这两则新闻 想对恨国党说你们活得实在是太打脸了 大家可以先看第一张截图 第一张截图写的就是 世卫组织称武汉只是新冠病毒的发现地 详细是这样的 据海外网近日 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目负责人迈克尔约安表示 新冠病毒有可能在很早的时候 就在世界不同的地方和时间感养了一批人了 病毒可能有不止一个首例病例 后面写的就是 因为该疾病很有可能 源于好几种动物的传播 越来越多的信息表明 新冠病毒最初分布在全球各地 目前不确定是人还是动物传播了新冠病毒 只是该病毒在武汉的海鲜市场被发现了而已 这一则新闻说的通俗一点也就是 世界各地都有可能发现了首例的新冠病毒 目前还没有搞清楚是人还是动物传播了病毒 然后是我们中国武汉的海鲜市场发现了这个病毒 也就代表了我们中国武汉发现了病毒 并且采取了这个措施去治疗病毒 其他地方可能发现了 并不管可能就放在那边像美国一样 然后美国人确诊了 可能一开始就像流感那样去治 治不好了最后也就死了 那么我们中国武汉并不是这样 我们发现这个病毒真的是很严重 然后紧急的上报 该治疗的治疗 该调配全国各地的物资 就调配全国各地物资 该调配全国各地的医务人员去武汉 那么一开始一月份二月份 我们就很多医护人员去武汉 到现在我们中国大陆的疫情 就已经慢慢控制下来了 我们的这个确诊人数的排名 也是一直一直的往下降 所以也就证明了 我们中国才有这个责任心 去治疗新冠病毒 不像其他国家一样 特别是美国 最后我预感 现在世卫组织说 中国的武汉是这个发现地 但是原地就等一个世卫组织的实距 实地有可能真的是美国 大家共同期待一下 这一则新闻就充分的打脸了 一月份二月份 那些恨国党一遍遍在说 这个病毒是武汉病毒 武汉肺炎 到现在台湾省的人还在说武汉肺炎 说这个病毒 说这个肺炎是武汉所发生的 所发现的 所缘起的 到现在台湾省还没有改口 这个武汉肺炎的叫法 这一个新闻的话 就是打脸那些恨国党 打脸那些台湾人 说病毒是武汉病毒 说武汉肺炎的 你们可以好好去看一下世卫组织是怎么说的吧 好的 第二则新闻的话 大家可以看这个截图 习近平致电祝贺拜登当选美国总统 这个标题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实际上内容是怎么样 大家就可以看一下人民日报的一个宣传 我就不详细念了 也就是说我们中国正式的向拜登发出贺电 祝贺他当选美国总统 也就是说川宝宝 我们的川普特朗普的话 终于是当选失败了 这里的话 我真的很好奇 那些猫神 石洞记 那些轮子媒体 他们怎么想 我们中国大陆的领导人 一旦发出贺电 我们是相当于官宣 并不会说祝贺错的 我真的很好奇 石洞记 还有猫神 他们的脸疼不疼呢 其实石洞记 猫神 这些人 这些恨国党 可能活着三四十岁了 还活不清楚一个道理 也就是 不管拜登 还是特朗普上台 他们都是美国反华利益集团的发言人 或者说代表人 他们作为个体 并不会对于反华策略 有多么多么大的改变的 可能有一些改变 但是总体来说 还是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也就是说 不管是拜登上台 还是特朗普上台 他们同样都是给你们这些 反华党 反共党 发狗粮的一个美国爸爸 所以不管是拜登上台 还是特朗普上台 只是换了一个人 给你们这些恨国党 反华反共的人 发狗粮而已 也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 因为你们这些恨国党 相信石洞记 还有猫神 你们两个人还没有取得 这个美国的户籍了 对不对 你们既然没有取得美国户籍 你们在挺川普反拜登 现在拜登上台了 你们这个脸到时候怎么舔拜登 我真的很好奇 你们到时候的脸 那些话词 那些话术 怎么转向拜登 支持拜登 到时候我真的可以看一下 你们怎么跪舔拜登的 从跪舔的特朗普 转到跪舔拜登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们怎么耍猴 所以想用这两个新闻 来给那些恨国党说 时间会证明一切的 时间会证明你们这些恨国党 活得到底有多么失败 活得到底有多么打脸 你们这些人 我说的再通俗一点 或者放大一点观念上来说 就是你们活得这么恨国党 活得这么打脸 也就是不想承认 中国的社会主义是成功的 因为你们就是借拜登上台 或者特朗普上台 来打击中国 来借用美国的这种反华 来抨击中国的社会主义 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就是 一遍遍的来借助武汉肺炎 你们口中所说的武汉肺炎 来说中国的抗疫不好 中国的防疫不好 但是时间证明了 中国的抗疫是成功的 也就是代表了 你们这些恨国党到现在 还始终不敢承认 中国的社会主义是成功的 这是我小小的观点 那么好的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边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